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您的老朋友 中医Dr. Amy 那今天给大家谈论的话题呢 是面对 现在呢整个这个新冠 在全球呢 蔓延了 整个的话呢现在加拿大呀 到了1435例 到今天啊 所以形势呢还是挺严重的 挺严峻的 加拿大政府呢就是已经 使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有力的措施现在啊 有些来个 让大家呢 在家那个工作呀 隔离呀还有所有的餐馆呢 都不可以堂食了 都可以就是外卖外送 但是不可以堂食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情况 我今天呢外出的时候呢 第一个 那这个在街上呢看到的人呢 几乎没有戴口罩的 还是如此啊 第二个的话呢 看再看一些报道啊 这个阿巴哈省啊 这个政府啊 现在非常的着急 因为让大家呢放假 全都在家 学生呢在家 然后呢他所有的职工呢 也都在家啊 在家办公 结果呢大家呢 很多人啊 利用这个机会呢 干什么去呢 上公园了 然后又到那个山里头啊 那个成群结队的 去踏青去了 让人简直是哭笑不得 看来呀大家对这种啊 这个这次疫情啊 这个新冠病毒啊 其实还是缺乏啊 这个认识 嗯 就认为呢 根本就没有问题 都是一些老年人才会得的 但是呢很多时候啊 对这个中的这个年轻人呢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真的不像我们想象 这样这次一个 新冠病毒啊 确实是来势凶猛啊 第一个 刚开始的话呢 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有很多情况下呢 没有任何症状 等要有症状的时候呢 他直接就入侵我们的肺部了啊 所以说很多人呢 是这个肺啊 感觉呢呼吸困难了 肺呢最后就衰竭了 出现这个问题 还有的话呢 有的情况下啊 嗯 这个是14天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 这个临床上的病例呢 在国内的啊 病例呢看到有些不止14天 有的甚至到了24天了 啊 才会检查之后才发现阳性 而且呢也有 因为治治愈了之后呢 啊 又又检查了又得了的 已经是那个就是治愈之后 然后又又复感染了 那么有14%的这种几率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 现在是研究表明啊 跟那个血型有关系 A型血的人呢 是最易感人群 然后O型血呢 是最不易感的人群 换句话来讲呢 啊 这个O型血的人呢 不容易感染 感染之后呢 恢复的也比较快 而A型血呢 就是易感染 然后呢 比较容易走向 比较严重的这种状况的啊 这里呢 是国内的这个 医疗机构啊 已经是在医学杂志上 发表的这个文章啊 大家还是又是注意吧 如果是本身是O型血的人的话呢 也不能掉以轻心 A型血呢 就格外小心 但是也不要成为惊弓之鸟啊 还是像我以前所强调 所强调的啊 面对这种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做 第一个 每天保证两升到三升的温开水 温开水 温开水的概念不要太烫 因为高于65度的话呢 会引起烫伤我们的食道 会引起食道癌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是说 30度到65度之间的温开水 可以帮助清理我们的这个喉道 这个食道 然后还可以帮助清洁我们的这些 感染的病毒呀 细菌呀 等等的啊 非常非常重要 第二个 我们每顿饭都要吃菜 每顿饭都要吃菜 每顿饭都要吃菜 而且要菜要占我们每顿饭的5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为什么 因为它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大家一定一定听话 一定听话 祝大家安全 谢谢